你 别去 娘子馆 臭丫头 我再问你一遍 老实说 伤害二少爷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大夫人大少爷唆拾你的 是他们要你去伤害二少爷的吧 你小胡说八道了 丫头 仔细听清楚了 只要你把大夫人大少爷给养出来 我就保你没事 知道 快说 是谁指使你的 是不是他们叫你这么做的 你只是个丫头 怎么会有这种胆子 敢伤害二少爷 说 是谁让你做的 没有人指使我 住口 是不是大夫人 不是大夫人叫我干的 这一切 大夫人从来都没有指使过我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 说 不是 这一切 都跟大夫人 还有大少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看你到底能够强到几时 杨总管 再打 不 住手 别打了 文天 干什么 杨总管 我要你放了他 我 不敢打是不是 我自己来 把鞭子给我 我来打 拿了 这 住手 娘 住手 你要打 连我也一起打死 娘 我已经答应小颜了 我会原谅她的 我不想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她啊 滚 娘 就算我求求你了 好吗 你这样会逼死一个无辜的女孩呢 而且 而且 儿 儿 儿怎么了 你会冰死我呢 涛儿 追涛 涛儿 追涛 涛儿 你怎么了 快少爷 快少爷 追涛 涛儿 快少爷 快少爷 杨总管 快去找大夫去 快来人哪 快点 快来人哪 快去叫大夫 来人 放下来 快点 小爷 小爷 你没事吧 还撑得住吗 我马上找大夫 给你疗伤 走 我扶你啊 走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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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 玉头 你醒来 哥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小颜就不会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俊涛 这不是你的错 哥 我 我跟我娘真的解释过了 说这只是一场误会 可是他就是不听我的 哥听你的 哥相信你 我知道二娘不愿意相信 是因为他跟我娘之间 一直在较劲 俊涛 俊涛 别太自责了 不管怎么样 这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我一定要负责到底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找小颜 我要照顾他 直到他康复为止 可是你现在 哥 我没事 你就让我去吧 要不然我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那我跟你一起去 二少爷 你怎么起来了 我要去看小颜 可是 别可是了 赶紧给我找衣服 换衣服 哦 东梅 大少爷 二少爷 他醒了吗 梅呢 大夫说 伤得不轻 杨总监 杨总监 怎么下手那么重啊 你跟他把他打成什么样 都怪打死了 小颜 你醒了 怎么是你啊 我扶你啊 你放开我 你走开 好 我走开 我走开 小颜 小颜 看你还有力气骂我 我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原谅我了呢 没想到 您还是去找你娘告状了 她现在把我打成这样 你开心了 小颜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的确向我娘已经解释过了 可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 好了 什么都别再说了 你走吧 小颜 你走啊 走 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替你解释 哥 那就麻烦你了 毛骨好自家自卑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东美送二少爷回房 好 小颜 小颜 看来代价你不适合留下 如果你现在想走的话 这是个离开的机会 我不会走的 我二娘正在气头上 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越是想要赶我走 我就偏不走 她不是说我是强盗吗 我要是走了 不就等于承认了吗 好 既然你决定留下来 我和君涛都会帮你的 别提你弟弟 你真觉得君涛在害你 当然了 那她为什么还要救你呢 她为什么还要拦住二娘 就是为了要保护你啊 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给二娘难堪又是为了什么 小麻烦 蒙受委屈的滋味 你比谁都清楚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弟弟一个解释的机会呢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留下来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留下来 还自己一个清白 那为什么不能给君涛一个机会 也还她一个清白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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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